中国大陆黑龙江七台河市 一日深夜发生一起煤矿透水事故 矿内共有22人 6人逃出 目前有16人被困 当地正持续救援当中 河北省2日发布大雾警告 路空交通受阻 四川省有9条高速公路 因大雾能见度不足而封闭 北京大部分地区气温降到了 摄氏零下6到10度 预计近日东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雪 12月1日世界艾滋日 中国卫生部表示 大陆还有近一半的艾滋病感染者未被发现 截至今年10月 全大陆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约50万人 连接哈尔滨和大连 长约921公里的哈大高铁 一日正式开通 由于穿越高寒地区 关键的抗洞问题 日前被报导多处路段架设时 未审慎评估处理 开通后安全性问题仍有待关注 新唐人亚的电视整理报导